彰化县政府为了我们开化彰化厂 在日前有繁保团体对于这样一个签厂的诉求 那我们为了解我们县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我们做了一个民调 我们执行的有效文件1,108份的文件 那基本上呢 在这个文件里头 我们文件的设计里头呢 我们是以前县 前县的这个县民做这样的一个母体 那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 对于我们彰化县政府如果宣布了这样一个台化厂的停工的话 那这个县民的赞成的程度大概有6成5是赞成的 3成5是不赞成的 那还有很多民众大概有近8成 民众是认为要兼顾到劳工的潜力 高达8成5 民众是认为县民是要依法行政的 还有最重要一个8成5 是希望说大家都能够达成公式 来配合这个都市计划的变更 来完容我们彰化市 所有的民调都会作为我们施政里的提供的参考 我们会知道民意对我们的要求 包括对劳工权利我刚刚说的 还有依法行政 还有对未来整个都市发展的规划 我们都在从民调里中 写先一定的参考数值 那我相信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处理的更圆满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都市呢 规划的更完善 谢谢